前几天我发布了一款小小的产品 是一个叫做iFi的写字转件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小故事 和iFi有一些关系 但这个视频本身并不是广告 就是来到了这样的美丽的一个海边 单纯的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关于抄袭的故事 当时iFi想做一个邀请马的系统 我就研究了一下市面上带有邀请马的这些产品 发现有一个叫做小宇宙的一个APP 邀请马做得非常好 其实就是我显像中理想的样子 然后我就决定直接抄他们的 我就把小宇宙的产品负责来约出来吃这个饭 因为大家都有朋友 其实他们就是那个极客团队的 我说我要抄你们的邀请马了 然后我当面把我们邀请马界面给他看了一下 他一看乐了 因为太像了一样的 他当场还拍照发给他团队的人看 他说你真的不准备稍微改一下 我说不改了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改也很难改得更好了 大家知道其实iFi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产品 但这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世界上都追求所谓的原创 因为这个邀请马对iFi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临时的功能 修计之后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原创的虚名 再花时间再搞一套新的东西 又不一定比以前搞得更好 我觉得就是该致敬的地方 就去致敬好了 这个有人说 是不是你抄了别人的东西还在这讲 是不是不要脸 我觉得就是要把事情做在明处 我不但给他产品负责人单位去说 而且我还敢拍这个视频 在视频里说 其实我觉得做产品很少有绝对的原创 其实大家都是站在前程的肩膀上面 当然我们这一次要去马这个肩膀站的 确实和别人的非常的像 这个我的主要理念呢 就是创业团队要把时间花在这种重要的事情上面 在你该创新的地方创新就可以了 别在不重要的地方 瞎投入精力瞎吃这些事情 iFi呢其实很多核心理念 我们也是创新的 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商业事件呢 往往大家都喜欢做很多的包装 说很多行货的东西 但我个人其实这些年 就我更愿意相信坦诚的力量 因为有什么事情都给大家明说吧 反正这就是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小语重呢是一个播客APP 他们的产品做的非常的优秀 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播客APP 也非常值得向大家推荐了 我本身也是小语重的用户 在这里也给他们打个悬网告吧 第二个故事呢是 这个关于一个位子和名字的故事 这个因为 iFi发布之后啊 有很多人问 iFi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什么意思 19年的1月份 我当时还在加拿大呢 那个冬天特别的冷 我在那个那里认识的一个小姐姐嘛 挺好看的 而且呢她还是一个产品经理 我们就约了呢 晚上到她家去喝酒 我当时呢 其实已经在考虑做iFi这个事了 但是呢 当时还没有iFi这个名字嘛 就我给她描述了一下 我想做的这个软件嘛 我问她 你觉得这个软件 这要是问名字比较好啊 她就说可以叫iFi 因为iFi呢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嘛 这个给她一种做事很干练 很有效率 干净利落的这样的感觉 我一听 这个感觉呢 确实和我传达的东西比较像 就当时觉得iFi是一个挺不错的名字 当时就我们两个人嘛 这个酒也喝的差不多了啊 我就要走 然后她就问我能不能 这个去她的卧室 我说去干嘛 她说了 她在一架啊 就买了一个灯 问我能不能帮她去装一下 就去她的卧室啊 帮她装这个灯 我在这个有一张照片 我记得还 到时候我找出来 放在这个视频上面给大家看 因为我在装东西之前 为了方便装 我都习惯去拍一张照 因为这个照片 可能有一点奇怪 我记得 因为我当时穿这个中华传统的秋裤吧 因为她说这个屋里比较热 就建议我们都可以穿少一点 这个然后呢 我就把灯给装好了 装好之后呢 我出来一看呢 她是在洗澡的 就是我当时就想 这个软件的名字也已经有了 酒也喝完了 灯也装好了 正好我还有点别的事 当时也没想太多 后来呢 就用了艾菲这个名字嘛 就是后来呢 还想再感谢她一下 我记得加了她 但后来呢 也找不到她的研究方式了 这就是关于艾菲名字的一个故事 顺便说一下这个logo 因为这个软件之前就是我 确实是我个人用的 我个人的喜好嘛 就搞了这么一个 就搞了这么一个logo 结合我说的前面 那个女生名字的那个印象 对吧 然后 这个后来当艾菲产品化的时候呢 这个团队人就建议我 这个东西不太像一个工艺产品 建议我要不要改成一个笔 一个打字机之类的东西 被我力排中意给拒绝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logo挺好的 我觉得笔 打字机 都挺俗的 就这个logo和别的软件 其实放在一起 一点都不差的 对吧 比如说人家写的软件 能用熊 能用蝴蝶 我就不能搞个女人头像 对吧 当然个人爱好啊 这个东西 诸恐难条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个如果是因为这个logo 不能接受这个软件的话呢 暂时我也没什么办法啊 这个logo放大了看呢 嘴下有一颗痣啊 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有一颗痣的 给我一种就是能成大事的感觉嘛 在缩小的看呢 其实也看不出来 对吧 之前呢 其实我们这个logo是圆形的 这个圆形的更好看 但后来 比克色这个系统嘛 它规范是圆角矩鞋吧 就哎 这个系统改的越来越像iOS的 现在对吧 我就不再吐槽了 就话说一句啊 我们当时做iFi的时候啊 这个比克色还没出来啊 就测这版本没出来 就我在很久之前 讲BP那个视频里 就给大家看过我们 iFi这个样子对吧 其实当时已经 这个设计已经定型了嘛 后来比克色出来之后 哎 我们一看 很多事业语言 其实和iFi是一样的 就是灰色圆角的按键 对吧 就是左侧通栏的那个侧边栏 这个比克色之前的 造型系统就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其实是我们 其实我们其实是在 比克色之前 出来之前就提前适配了 比克色的这个风格 对吧 就后来新系统出来呢 我们任何改正都没有做 就准确的把握了 一个设计语言的趋势吧 就我觉得其实还是 挺值得自豪这件事 呃 就是 但其实我本来以为 能做出超前一点的产品出来 对吧 但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和造型系统 很搭配的一个产品 倒是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吧 可惜就是iFi后来 因为重写的都 也给大家讲过 对吧 就上线上的比较晚 就如果我们 其实我们 是可以在比克色之前 直接上线的 对吧 如果我们先上线 比克色这个系统再上线了 大家一看 比克色的系统 风格做的和我们一样 对吧 那就很屌了 对吧 可惜上线晚了几个月 第三个讲风险的故事呢 是一个关于广告片的一个故事啊 就是iFi上线之前啊 我昨天想做一个宣传的 这个广告的一个小短片吧 我当时做了一个创意 把这个创意给广告公司一谈 广告公司给我报了个价吧 几家广告公司报价 大概都在一百万左右 对吧 所以说 大家不要觉得 就是一百多万做个软件怎么样 就是你拍一条广告 小广告片就要这个钱了 对吧 就像我想 哎呀太贵了 就不如自己做啊 这个我就找到了苏清禾嘛 我说你不是 擅长测软件吗 而且你现在也有名 对吧 这个能不能给iFi做一个视频呢 这个苏清禾呢 就写了一百门案 然后我看了一下呢 写的非常好 然后传递出来的感觉 其实就是和我想要的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说 你对这个产品的理解也很深吧 然后他说 他写的其实不是这个产品 他就是他真实的感受 就是他在创作的时候 就感受到 哎 这个脑子里很多东西 需要写出来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很多价值的流失嘛 这个 于是他的文案 其实很符合我想象的东西 然后我就一个字都没有改 然后苏清禾就做完配音嘛 配完一看 两分多钟 这个时间 对吧 然后 但是就是没有画面嘛 只有他的一个声音嘛 他也不知道画面怎么配 嗯 我呢 这个 就 想啊 这个 我可以在视频里把他这个 半成品放一下 如果不想看呢 可以跳过一下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画面嘛 然后到后面呢 我就找到了冥幻枸杞啊 然后我就说 狗老师啊 咱们能不能 这个搞点画面上去 因为我们公司不是买了很多的素材吧 能不能用 对吧 这个苏清禾 这个狗老师就说 苏清禾这个文案太长了啊 这个如果 不实拍 只用素材的话呢 观众很容易看得很累 撑不起来 两分钟观众注意力可能就走了 然后他说 如果能把文案缩短到一分钟 他就能做 然后呢 我就开始动手缩写 苏清禾这个文案 然后思路呢 是尽量保留原文上的这种 对前面的意境嘛 反而是大幅度的删减了 后面讲软件的那块东西 修改之后呢 我觉得是基本上保留了苏清禾 在这个原意吧 就我这原创的话呢 其实只有雷据啊 只有这个视频最后的一句 就是视频的最后啊 因为视频前面有两层比喻嘛 就是舞台 画筒 灯光 这一个比喻 还有一个博物馆的展品 是一个比喻嘛 就我想在最后呢 也来一套比喻 这样就格式就比较工整嘛 就当双手覆盖键盘的那一刻啊 我想表达的含义呢 是创作的热爱 还有理想主义 然后还有对美的追求 以及文字本身的力量 我是想表达这三层含义的 但因为视频本身只有一分钟嘛 留给我只有几个字的时间嘛 这个要非常的尖短有力 才行 我就想到了 我当时想到的是一首 我很喜欢的一首小词 一首青云案 那里面呢 就连续用到了三个比喻 试问贤愁都集许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玉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首词 这三重比喻呢 很厉害 就他就把三个抽象 他把三个抽象 变成了形象嘛 就三个抽象是 没有头绪 没有边际 没有期限 就讲他的这个绸绪 对吧 这个最后呢 他就把这三个抽象的概念 变成了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玉 写得非常美 但是呢 我要表达的比他更简单才行 因为这个 我的字数更少 所以说 我这个想到最后啊 我最后的文案就是 当双手覆盖键盘的一刻 是梦 是花 是暴风雨 把在这一句话里面 把这个视频 推到最高潮去 就表达了我前面 想表达的三个意思 对吧 就是对 就是包括创作的热爱 和理想主义 还有对美的追求 以及这个对文字的力量 就是是梦 是花 是暴风雨 苏银河最开始选的 那个BGM呢 是一个很高昂的 一个BGM 就能很快的进入状态嘛 最后狗老师做的这个版本呢 就是 一开始比较缓和 但后面就更加的 循序渐进嘛 就是前后 就是更有层次吧 更有对比吧 其实我也蛮喜欢 他改的这一版BGM的 呃 之前呢 我在有一期视频里面 讲过啊 我觉得创业最需要的 其实是 这个水平嘛 钱是最需要的 就是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本来要花一百万 拍的这么一个广告片啊 就是苏银河 枸杞 再加上我 对吧 我们三个千金寺的成员 呃 联手一下 其实前后加起来呢 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嘛 大概三五天的样子 然后主要付出的呢 其实就是脑力嘛 其实这个成本非常非常低 对吧 可以说 省下了 百万级别的成本 我觉得最终呈现了效果呢 还是可以的 还是不错的 呃 这就是 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啊 就是 呃 我一直认为 才华和创造力 是最珍贵的东西 呃 远远比 呃 金钱 资本要重要得多 最后呢 也放出 我们这个宣传片 作为 今天视频这个结尾好了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思想 人类的立足之本 文字 思想的立身之本 软件 文字的立行之本 这三者相辅相成 使我们在这个暗淡的蓝点上 迈入个更加辉煌的文明篇章 但事情 并不足够美好 许多思想家 都共享着一种无奈 那就是将思维输送到屏幕上 成为文字的过程中 一直伴随着大量的损耗 与价值流失 简而言之 你写下的文字 可能不如你沧海般思维的遗俗 面对转瞬即逝的灵感 却无法及时地写下 面对洁净的白纸 却被周围的星星点点干扰 面对突如其来的思如泉涌 却来不及整理清点 Effy 这是我们深受其扰之后的 解决办法 我们深知 你的思想可以泼洒满整页白纸 所以除了干净的白纸 其余一切都是干扰 Effy见面的捷径 甚至容不下一个多余的按钮 我们退让出整个舞台 但将最重要的画头与灯光 交予给了你 我们深知 你的思想必须输出的紧紧有条 所以除了创意的飘散 其余一切都得严谨 Effy注重我记的展示方式 让一万的思绪各自归位 一键转为思维导图 让脑海中浮游般飘散的灵感 安静如博物馆标本那样 可以随意调取与欣赏 我们深知 你的思想常常浮现在顷刻之间 所以除了键盘与屏幕 其余一切都会多余 Effy无需文件管理 一个标题即可创进一篇文章 一次输入即可完成全局的同步 大脑指挥着手指 在键盘上舞动 这时哪怕触碰一次鼠标 都可能是罪恶的打断 所以Effy提供了高效完整的快捷键 让双手扶上键盘的那刻 即是思想自由的时刻 万物皆可禁锢 为思想无法束缚 Effy 给靠思想为生的人 一个改善生活的工具 解锁Effy 解放思想 思想 人类的立足之本 语言 思想的立身之本 文字 语言的立行之本 这三尘相符相成 使我们在这颗黯淡的蓝点上 书写出辉红壮丽的文明篇章 但事情并不足够美好 许多思想家都共享着一种无奈 那就是将思维输送到屏幕上 成为文字的过程中 一直伴随着大量的价值流失 你写下的文字 可能不如你沧海般思维的遗俗 Effy 这是我们深受其扰之后的 解决办法 我们深知 思想的沉淀必须不受干扰 Effy退让出整个舞台 只将最重要的话筒与灯光交予给你 我们深知 思想的输出必须紧紧右条 Effy让浮游飘散的黑干客资归位 安静如博物馆的展品 可以随时欣赏 我们深知 思想的释放必须酣畅 Effy让双手覆盖键盘的那一刻 是梦 是花 是暴风 Effy 把思想变成价值 E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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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y